本國的網上新聞法即將生效 Meta和Google都分別宣布相應措施 組裔部長羅德·李格斯表示驚訝 美國駐加拿大大使則表示 美國政府不會干預 葉婉文的報導 48網上新聞法案 目的是支持受到網上廣告影響熱務的 本國新聞媒體 讓他們與網上平台達成付費協議 Facebook以及Instagram的母公司Meta 緊隨其後宣布將會限制本國用戶 從旗下的社交平台分享和閱讀新聞 Google也表示已經作出決定並通知聯邦政府 一旦C18法案正式生效 將會即時移除所有本國的加拿大新聞連接 包括Google News內的加拿大新聞 組裔部長羅德·李格斯表示 Google和Facebook控制著本國80%的在線廣告市場 又說仍然與Google正在進行磋商 對Google移除本國新聞內容的想法感到驚訝 美國駐加拿大大使David Cohen就表示 美國政府不會對此進行干預 對 對 對 谢谢观看